臺灣高端新冠疫苗23日開打 蔡英文搶頭箱施打 堅定力挺高端廠商 為了破除外界有關打假針傳言 負責給蔡英文施打的護理師高舉全新包裝的高端疫苗 當場拆封 秀出針筒 確定針疫苗無誤 不過畫面曝光後 有眼尖的網友發現 幫蔡英文施打高端疫苗的護理師 與先前給臺衛生福利部門主管陳時中 臺行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打疫苗的竟然是同樣兩個人 網友質疑 打疫苗也有所謂御用護理師嗎 還是這兩位護理師口風比較緊呢 在施打台產高端新冠疫苗首日 桃園市就有至少三人出現一次不良反應 不幸的是 桃園一名陸性專欄作家23日才剛跟家人去接種了高端疫苗 結果24日早上9點多 身體突然出現不適症狀 緊急送醫之後搶救無效 宣告死亡 但死因是否與疫苗有關仍大釐清 而這名作家昨天上午還在臉書發文 分享一家三口去桃園大園國際高中接種高端疫苗 並表示自己很榮幸 與蔡英文在同一題打到高端疫苗 引起網友討論 這名作家甚至在自己臉書的留言處喊話 稱經過科學證實 高端最有效也最安全 陸行作家猝死事件發生後 蔡英文臉書馬上湧入許多網友質疑 網友們紛紛附上該作家猝死新聞鏈接 質問高端疫苗安全性何在 也頻頻詢問國際疫苗何時會再來 就在傳出首例接種後猝死案 高端股價立即重挫 一度跌停 針對桃園作家接種高端疫苗後死亡一事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24日也表示 他雖然不相信高端 也不相信蔡英文 但尊敬陸先生願意為相信的信念付出行動 他要求民進黨當局應負起最起碼的良心責任 還陸先生一個不偏袒的真相 也只有真相才能讓陸先生的犧牲 換取多數人的平安 不僅如此 新北還有一名39歲男子 也同樣是在23日接種高端疫苗 24日早上11點多時 被發現昏倒在浴室中 近急送醫急救仍宣告不治 由於意外事件不斷 中國國民黨主席江啟臣要求不得隱匿高端性冠疫苗不良反應 這支疫苗到底施打之後發生了什麼事 或者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政府也應該據實預告 應該清楚說明 因為這攸關的就是人民的性命 還有人民的健康 請你不要怕痱 感覺有病人的情況